好了先来看的是香港政府针对台湾疫情升温 16号晚间宣布 今天17号零点开始进一步收紧台湾人士入境香港的检疫及筛检措施 所有在登机当天或者是之前14天曾经逗留台湾的人士 需要在登机之时呢 出示预定起飞时间前72小时之内 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以及在香港指定检疫酒店预定房间的确认书 台籍人士返港之后呢 也需要在机场接受检测等待安排 确认检测阴性结果之后呢 才能搭乘港府安排的专车 前往指定的这个强制检疫的地方 没有完成接种疫苗的 也需要在指定检疫的酒店强制检疫 21天期间还要接受4次的检测 而这个部分呢 在之后呢还要自行的隔离7天 同时在抵港之后的第16还有第19天 也要接受强制的检测 土耳其的民用航空总局4月下旬才公告 表示来自香港大陆台湾等地的旅客呢 从5月15号开始前往土耳其 搭机的时候不必减负PCR阴性报告 现在因为台湾疫情升温 则是将台湾和以色列都在这个 不用减负PCR阴性报告的国家名单当中移除了 而土耳其航空的官网也已经将台湾以色列从 搭机免检测PCR阴性报告国家名单当中移除 根据土耳其的规定 去年12月底开始 抵达土耳其的所有旅客都必须要 检测出发前72小时的PCR阴性报告 而搭机旅客也必须要在登机报道的时候 向航空公司来出示证明文件 新加坡通报新增38例的本土病例 这是从去年9月中旬以来 也就是8个月以来的单日最高 尽管星期天的新增病例并没有任何一例是来自移工宿舍 但是这却是在近一年之内除了移工宿舍之外 最高单日本土病例的数目 而且还有18例到现在是查不到源头的 因此新加坡从昨天开始重新实施最严格限聚令 一直要到6月13号 印尼雅加达有一名22岁的男性 在5号接种AC疫苗之后 结果出现发烧虚弱的不适症状 隔天送医治疗 结果在当天中午就宣告死亡 卫生部已经暂停使用同一批的疫苗 同时对这批疫苗进行测试 而这批疫苗其实在4月的时候才运到印尼 一共超过44.8万剂 这是印尼透过COVAX预定的385万剂当中的一部分 而死亡男子接种的这批疫苗 其实已经有部分都配送到印尼的军方来进行使用 现在在印尼食药局的这个完成检测之前 将会停止配送 使用这批疫苗检测 需要两个星期才会得出结果 而这个期间将会继续的配送 并且施打其他批号的AZ疫苗 越南也曾经是世界防疫模范生 现在联合早报报导说16号新增的187例的确诊 一星期之内是第二次创下单日确诊新高了 因此越南的卫生部说16号已经透过COVAX全球取得机制 获得近170万剂的AZ疫苗希望可以缓解越南的疫情 大陆安徽省也是再团疫情 13号开始呢 六安市以及肥西县呢 就陆陆续续的出现确诊 其中现在16号又新增两例都是女性 还有是儿童摄影工作人员 现在说呢 这一批人呢 都是和这个某一个摄影培训活动有关系 都是被当中感染的 因此大陆政府现在还在持续要找出这波疫情的 所谓零号病人 日本现在疫情严峻的大阪府 16号新增620例确诊病例 以及占全境三分之一的15例死亡病例 确诊病例现在年龄层已经查出来的 都集中在年轻人以及轻壮人口 现在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指标 一共有22个都道府县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新增感染人数 已经达到了代表疫情爆发式扩大的第四阶段 将近全国半数的地区 而爱之县丰桥市呢 有一间养护中心 说为了要帮十多名的长者接种 结果其中第一名接种的是80多岁的妇人 没有想到她打完疫苗之后坐在一旁等待 结果又被注射了一剂疫苗 市政府解释 因为当天有两名医师在场 可是却没有核对接种者的身份 日本评传接种疫苗出包 冲神在15号为65岁以上的长者 一共212人来施打疫苗 结果有5个人只注射了生理食盐水 市长还因此出面道歉 承诺会来进行后续的补救 而奈良市立医院也传出来 有医护人员不慎将生理食盐水 误当成疫苗 同时和其他剂的疫苗 混放对54人进行施打 印度境内新增31万多起的感染 创下超过三个星期以来 单日最低记录 虽然新增染疫连续第三天减少 可是在过去24个小时 又有超过4000人死亡了 因此在北阿肯德邦 有一位前任的首席部长 他在接受印度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冠状病毒其实也是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他和人类一样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可是人类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而且一定要消灭病毒 因此病毒就不断的自我变异 而为了确保安全 人类需要超过病毒的传播速度 和它保持距离 但是现在这番言论 引发大批网友的不满 网友纷纷嘲讽 干脆发个签证给病毒算了 生物学家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指出来 其实严格来说 病毒并不是生命体 因为病毒没有办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 针对印度的变种病毒 现在英国卫生大臣韩考课提出警告 说印度变种病毒接下来 极有可能在英国传播开来 但是他相信疫苗是可以有效对抗 印度的变种病毒 而英格兰过去一个星期感染印度变种病毒增加了三倍 现在已经达到1300多例了 韩考课说 因为现在目前在英国 大曼彻斯特地区的病例 就是变种病毒的病例激增 不排除要来实行封锁 英国政府现在疫情咨询小组也说 大众应该对于印度变种病毒保持着担心 但是不恐慌的心理 因为现在的情况 其实比就是英国变种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好像太多 不但是医院里头的病患数已经明显的减少 疫苗的接种也进行的很顺利 今年一月的时候 英国因为新冠住院治疗的人数将近4万人 可是这个星期六只剩下不到1000人 英国将在6月14号宣布是不是取消所有的疫情限制 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如期会举行 画面上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有一辆车 他直接冲撞路障 以及几名以色列的边境警察驾驶当场被射杀 这个是在东耶路撒冷影片曝光之后 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发言人发表声明 赞扬驾驶的行动 以色列警方也证实当场有6名警员分别受到轻伤 以及重度的受伤 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事现在进入第七天 以色列国防军少将16号还展示了一份图表 列出来以色列过往以及现在遭受火箭弹袭击数量的数据 表示以色列正在面临他们史上最密集的火箭弹袭击的频率 从10号以巴双方开始交火以来 其实哈马斯对以色列已经投射了大约3000枚的火箭弹 这个远远超过了2019以及2006年的记录 以色列其实在昨天以及前天我们看到的是 他轰炸了加萨走廊的大楼 连同美联社以及卡达的半岛电视台全部炸毁 以色列国防军当时还声称 是因为大楼内藏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基地 也藏有他们用来对付以色列的资讯武器 还有足以干扰国防军行动的定位装备 但是以色列也强调他们在轰炸之前 已经向平民发出警报 给了平民足够的时间来撤离 可是现在这个说法遭到这栋被炸毁的大楼的业主驳斥 说大楼的租户有的是律师 有的是工程师 另外就是向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的媒体 没有其他的了 反控以色列根本就没有提供证据来佐证他们的说法 现在针对以巴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呼吁 说立即终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致命暴力冲突 并且警告双方战斗可能会让中东地区陷入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危机 因为过去一个星期已经造成了200人丧命令人震惊 有可能会助长极端主意 也就是说不会只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及以色列 甚至是整个区域都会陷入危机 教宗方济各在进行祈祷之后对信众表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情势造成无辜性命死去 其中包括许多的孩童 这种情况很恐怖 而且让人没有办法接受 方济各同时也警告 最近这波冲突可能还会持续恶化 有可能会落入死亡和毁灭螺旋的风险 方济各也呼吁各方冷静 恳请停止操弄干戈 国际社会也应该提供协助 还要看的是以色列还有一起意外 但是这起意外证实是跟尾巴冲突暂时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在约旦和西岸屯垦区的教堂之内 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看台突然倒塌 现场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而当场在这个事发之前其实有650名的朝败者 在这个是犹太的教堂 他们要庆祝七七节 结果这个看台倒塌之后 大家就发生了踩踏 都叠在了一起 以色列警方指出举行庆祝活动的教堂 其实还有一部分正在进行新建工程 因此是没有取得许可证的 而施工区域却照办活动 现在当地已经着手调查了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